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假設以後你要跟別人共用資料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把它放上來 放上來其實你可以按右鍵 資料夾可以整個上傳 或者檔案可以上傳 這些其實都ok的 然後呢 比較常用的也像我剛剛講的 分享相簿 分享檔案等等的 你可以找機會把它傳上來 然後另外的話就剛剛提到共用的權限 權限部分的話當然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預設是限制 就是你如果 假設你如果限制的話 那你這邊呢 假設複製這個連結給別人的時候 除非你得到個別的允許 否則的話他也看不到 除非你把它改成資料連結 所以將來 假如你們交作業的時候 你把它放在雲端上交給 記得這邊一定不能用限制 否則我還是進不來 看不到 OK這個點可能注意一下 第二個就是旁邊這邊 有一個所謂的 註解 就是說 只能看 這個是能夠編輯的 另外的話中間有一個加註者 就是說呢 他 雖然 就是不能改 但是他可以在上面加註解 也就是說你幫我改這裡 你幫我改那裡 就是說 由那個 這個 擁有者 再去做修改 所以他這個有點是比較 摺中的一個方式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 還是要把它熟悉一下 最後當然呢 你也可以把它縮短網址 大概是這樣 所以 在雲端的應用上面 可以第一點 可以把它做 檔案 跟資料夾的共用 OK 那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如果你 不會用雲端的話 以前的做法是什麼 以前真的就自己架站 架一個 SERVER OK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那當然相對的比較麻煩 另外的話 但是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這個畢竟 雲端 Google的雲端 一般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公用雲 公用雲就是說呢 這個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之前也有同學會問說 老是這個安全性 夠不夠好啊 我東西放在上面 會不會有可能被人家竊取 比如說我如果放一些什麼 比較私密的東西 會不會有可能被看到 其實我是覺得 如果你有這種擔心的話 那你可能就不太適合 把資料放上來 那應該放哪裡呢 OK 因為之前好像就有那個 國外的明星好像就放 資料 一些私密的東西 在 雲端上 然後就莫名其妙呢 居然就被散佈 出去了 不過還好像我記得不是放Google 他是放Apple OK 那Apple出發的狀況還蠻多的 因為我聽到身邊 有些人 放在Apple上面資料全部消失 尤其找不回來 OK 這真的是一個還蠻大的問題 但是我用Google的東西 用還蠻久的 所以目前來說 好像沒發生這個問題 OK 另外順便講一下 我剛好特別提到 就是說 這個雲端 除了說可以在 電腦上面用之外 在你的手機上 也有 一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 你將來 放在這邊 在手機上 一樣可以看到 看到的位置 其實 手機上有個叫雲端硬碟的 一個App 你只要把它 下載 到你的 手機裡面 進來 也可以看到 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點導致 非常的方便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跟各位說一下 其他的話 還有哪一些 功能 可能比較重要的話 大概 其他還有像什麼 下載 如果你要把整個資料全部下載 當然OK 然後 在我雲端上面有放了哪些資料 跟各位介紹一下 其中有一個 這個 截取畫面的 這個程式的話 它免安裝 那這個程式的話主要用途 如果各位將來要交作業 我可能會請同學 把一些像你們那個表單 問卷做完之後 會做出來結果 會有這個 類似像這樣的畫面 你問題 回復的時候 這邊不是有 像我們上個禮拜做的 這邊不是有那個 就是最後的 比如選客動機 那最後呢 我會希望說各位把這個畫面提供給我 當然早期要抓這個畫面 幾個簡單的方法 可能你還要額外的程式 不過我覺得Google還蠻貼心的 你會發現它有新功能 什麼功能 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什麼 複製圖表 太貼心了吧 本來以前沒有的 什麼意思呢 這個 這個畫面 以前可能你要另外額外用程式 但現在它好像可以直接複製 複製完之後 可不可以貼 貼到握的裡面 試試看 以前的做法就是你做完之後 這個是你的問題 總共有幾個表單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同學 假設你把這個連結 提供給別人的時候 你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眼睛 這邊不是個眼睛 對不對 你把這個眼睛按下去 它就會跳出 一個連結 就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呢 再把它縮短 你就可以提供給別人去做打 OK所以特別是 設計表單 然後眼睛 預覽一下 把這個連結縮短 然後給別人填 別人填完之後呢 你再回到剛剛這個頁面 你就可以看到 有人填了 如果有一個 他就會 這邊有一個圈圈 一個 兩個 三個 所以上個禮拜你們填的東西都在這裡 那我可以切過來看到結果 那這邊就會有 你們填的最後 的結果 當然未來你們要繳交這個表單的作業的時候 你就把 這個畫面 給我 那 怎麼給我 其實以前當然把它貼到握的上面 比較簡單 可是喔 我剛剛有講過 盡量不要用握的 所以喔 再來喔 請各位 直接怎麼樣呢 一樣再到 雲端硬碟上面 還記得吧 新增不是有什麼 類似握的東西 有沒有 那請各位 把那個 這個地方按一下新增 他問你要不要共用 我預計是把它共用 建立共用 他就會有點像 幫你開了 一個wall的檔案 那如果你要把 剛剛的那個結果有沒有 把它貼過去的話 很簡單 這邊複製 你試試看喔 這邊的話呢 把它貼上 看到了有沒有 它好像會卡卡的 OK 然後大小這邊可以調整 你可以把它放大 可以把它縮小 有沒有 Ctrl 字以下 順便講一下 像我使用這個的習慣是喔 他的 我貼過來之後 我的習慣是 因為 這個文件的 邊框 就是它的什麼 算是外面 太大了 所以我的習慣是會先 把它做一個版面設定 頁面設定 讓它的那個什麼呢 左邊 上下左右 都只留一公分就好 剛好它留2.54 一吋 好像太多了 我覺得大概上下左右 一公分 好像比較OK 這是我個人習慣 那你如果不習慣 不習慣沒關係 這樣的話你可以把這個圖 放大一下 你可以 再敘述一下 第一個 另外我另外還有一個習慣 我會把這個圖 外面再加一個 紅色的框框 類似像這樣子 這樣表示有個框框 不然的話感覺好像直接貼上去 有點 不太知道說這個圖 到底哪邊 但這個個人習慣 你們可以 自己慢慢再 試試看 然後 這邊的話 底下一樣 這邊也有個複製 所以第一個 複製過來 然後第二個 貼 一樣按右鍵 貼上去 或者按 Ctrl V 習慣上 用Ctrl V 比較簡單 它會把那個圖放過來 你可以把這個第二個圖 那一樣 我的習慣 再加一個這個邊框 有沒有 這樣就第二個圖 第3個第4個 所以如果假設 你有5個問題的 答案的話 那你就把它貼5個 那我是希望看到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這些圖 第二個的話你敘述一下 那我上個禮拜有講過了 就是說你可以設計一個 這個表單 你可以先 在還沒 大家還沒填寫之前 你可以先猜猜看 我覺得 大家應該都喜歡吃什麼 可能大家都是 去哪邊吃 這是我的猜想 但實際上做出來的結果 到底一不一樣 那是不是跟我預期的是一樣的 那如果一樣的話 你就在底下說 跟我預期其實相距 差不多 然後大家的什麼什麼習慣 都是一樣的 如果相反的 你也可以 其實跟我怎麼差距這麼大 原來好像大家 其實 跟我想的都不一樣 原來大家怎麼怎麼樣 OK 大概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自由再去發揮 那主要就是說 把Google表單的部分 OK 所以上個禮拜有跟各位講過 Google表單的做法是新增 Google表單 第一步 然後也是這樣建立 OK 那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它上面一定有一個 主標題 一個副標題 那就是剛剛我們看到 這個是主標題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 主標題部分的話 這邊就是 把主標題打上去 副標題打上去 所以你看到 剛剛這個 OK 其實就是主標題 就是我剛剛是放我這個 這打上去的 這個是副標題 副標題 你不加也沒關係 不過最好是 大概寫一下 就是這個表單 有沒有比較進階的相關的敘述 主標題 副標題 然後底下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 你要新增的第一個問題 比如說第一個問題 就是 單選 還是 副選 副選是這個 單選副選 然後 檢答 那另外的話 底下還有其他功能 不過我其他功能 基本上是比較少用的 但是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就盡量多用 多用的話 這個 作業分數當然相對也會比較高 因為表示你有去嘗試 但 不見得一定要 都做 你就看實際上 需求而定 OK 比如說像什麼 單選方格 核選方格 日期時間 這個我基本上沒用過 這個也許你們可以再踹踹看 那最後的話當然 你就第一個問題 然後在 第二個問題就再新增一個 有沒有 然後這邊就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 最後一樣一個眼睛 你就把它發佈 那其他還有什麼 設定 這邊還有一些其他功能 我想這個 我基本上也比較少 做進階設定 如果有必要你也許可以再試試看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布景主題吧 新增影片 新增區段 然後布景主題 好像 這個各位在自己再找找看 我印象 最後其實可以讓這個背後 有沒有 再加上一個 類似像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這個東西就是 有點像Powpoint的布景主題 這個 至於在哪裡 我有點不太 記得它的位置 你們再找一下 那最後 得到的結果在這裡 那另外呢 這些資料到底存在哪裡 除了說你可以從這邊看之外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還有一個 類似 Excel的一個 一個圖示 這個Excel圖示的話 基本上 就是說呢 所有的資料 它基本上都幫你 放在Google的視線表裡面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再看細節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它都幫你把它放在這個 檔案裡面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打開 它就是放在這一個 這個 類似雲端的 視線表裡面 當然了 它有一個功能 我覺得還蠻好 就是它甚至可以下載成Excel 也就是如果你將來 你還要再細看裡面的東西的話 那其實 還可以從這邊點進來 然後再去看其他的東西 那至於旁邊還有這個 進階功能 我比較常用的就是 可以甚至刪掉 下一次如果說 隔年的 同學要再填的話 可以再把它 再 重新再更新 OK 原則上大概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表單的部分 剛剛主要是 講那個 那個什麼 共用 共用表單 然後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就是說 把表單 因為你們現在還沒有填 或者你們可以自己在 做一個虛構的資料 然後試試看可以把這些資料 貼到 這個雲端 Google文件上面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